世界上被广泛使用的汉字 究竟是怎么演变来的呢 今天要介绍的字是什么 一起来看看吧 汉字说故事 The 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哈喽 汉仔 嗨 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字呢 汉仔 好漂亮的草地 哇 有蛇呀 猥 原来是个猥字啊 就像一只蛇 有着大大的头 修长的身体 及弯曲的尾巴 后来也被戒指成虫的意思 汉仔 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 刻在龟甲 瘦骨上的文字 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使用的文字 之后随着时代演进 使用字体有所不同 这是会的经文 小传 历书 凯书 凯书 会 还可以有这样的联想 三只虫子聚集在一起 哦 原来虫字泛指所有的虫类啊 会 也可以当作行佛组字 例如蚊虫的蚊 蚂蚁的蚁 都是昆虫的名字 会字原来是从长长的蛇 演变而来的 感觉有悔的字 都好可怕哦 汉仔 你要保护我哦 汉字说故事 我们下次见